唔一怼的善言 作詞曲 李卿 作曲 李卿 作曲 李卿 作曲 李卿 看向我双眼 轮入一堆的纤纤 要如何繁盡界线 I don't know 心要越来越紧 就关押轮圈 早点几分钟时间 也许会有答案 Turn me up now You've got something burning inside Oh Liar, Liar Sink in your mind Oh I want nothing but you Oh Liar, Liar No more wonder Oh I'm only for you Oh Liar, Liar No more wonder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t'll be too late No more wonder 好 走 来吧 这个也太可爱了吧 喜欢吗 我这儿啊 还可以现场制作的 情理是打气者的 怎么样 我们做一个 好 走 以后我要是去外界出差了 他就可以陪着你 这样你就不会害怕了 那我可不要 我要每时每刻都 跟你待在一起 一直黏着你 勉强收下吧 好 姑娘 你东西 怎么样 合适吧 还行 你还说大呢 你看 他一点都不看 好看好看 这个就是可能稍微 悠悠回来了 你看 回来了 你看你妈这衣服怎么样 好不好看 合身吗 好看是好看 但也不像您平时的风格 我在婚礼上穿哪 谁的婚礼啊 你的呀 我跟你妈说过了 我说这两个孩子 现在正忙着搞事业 具体哪天结婚还没定下来呢 她非要买 那我看这合适 我就买了吧 你看这 这婚礼早晚得举行是不是 妈 就着急吧你 您坐 我家都听说 不会有婚礼了 我跟范芸汐分手了 怎么了 你们吵架了 没吵架 就是分手了 许行偶 这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 这怎么能说不接就不接啊 正因为不是儿戏 所以才要自己想清楚 在我心里 我早就认定芸汐这个女婿了 悠悠 你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 如果你们实在接受不了的话 我也没办法 你 干嘛呀 你都没听她说明白 到底是什么理由分手 你瞎发什么脾气 我告诉你啊 你明天就找芸汐给我好好谈一谈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能说不接就不接啊 谈过了 就这样了 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好 姐 我支持你 你这 你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你在这儿找什么了 我问你啊 大白天的你喝什么酒啊 你看你现在喝成这样 许晴又我告诉你啊 我不同意你们分手 你明天找芸汐 给我好好聊一聊 否则你别回这个家 干嘛呀你 你 姐 你去哪儿啊 你看你 爸 我姐的事你就让她自己处理 这没你的事 行了 你赶紧看看你姐姐去吧 赶紧去 快去 你看看这孩子 行了 你少说几句行吗 你快别说了 行了 行了 她满嘴的酒气你看看这 姐 小心 小心 小心点儿 我就是想当面跟你说一句 我 支持你 我这一生的使命就是 爱钱 护钱和支持钱 行了快来 来来来来 没事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怎么喝了这么多酒 没有 我能有什么事 真的啊 你要是有什么心事的话 千万别憋在心里 你跟我说说 实在不行 跟方琦说说 方琦 她才不会理我呢 我得罪她了 她 现在都不跟我说话 从小到大她没少追着你打 你得罪的还少啊 真是不一样 我回国前 我答应了我自己 要在她三十岁生日之前 都要让她开开心心的 不给她铁肚 看来方琦这三十岁的生日 对你挺重要啊 我记得她上次跟我说 我送你回去 别别别 好了好了好许 你姐我是回不去了 你快回去吧 快 快回去吧 去哪儿 自有留解处 放心吧 来 走吧 那 那 那父母那边 我替你扛的 你一定不会乱说的 好 你放心 知道了 小心点啊 早 早点回来啊 小心脚下 有点儿 范律师 您让我送去乐密 给清雄姐的东西 被退回来了 好了我知道了 女孩子闹情绪 真是没办法 清雄姐也就是 一时闹别扭 哄哄就好了 工作那么忙 哪有时间啊 她会想明白的 让她先冷静一下吧 那 清雄姐那边 还需要我再做点什么吗 都是成年人了 权衡利弊 做出最有选择是基本素质 她会明白 要不是昨天晚上你妈给我打电话 我都不知道你跟她说分手了 这种事你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合适吗 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 再说了 你不是告诉我要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吗 那你想清楚了 倒不算 但是我想清楚自己不要什么 也算是有点进步吧 我跟你说 分手这种事就应该快刀斩乱麻 既然这一次你已经决心跟范云熙分手 我先去 谢谢啊 你要点点什么 修改的合同 放什么 快转店的项目怎么样了 项目挺顺利的 过两天开会我会尽快把方案赶出来 方案交给王琪弄吧 你早点下班 休息休息 见见朋友 见朋友 你这是变相给我放假 让我去陪朋友 你如果没有朋友要见 我肯定也让你继续讲吧 不不不 我这个人啊朋友最多了 谢谢老板了 老板再见 真打算就这么搬出去了 不跟你爸再解释解释了 解释有什么用啊 他还不听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无家可贵 要不是看在你又失恋 又失去父爱的份上 我才不下来陪你呢 我可多事儿了 现在能给我人间温暖的 也只有我全世界最好的闺蜜 你了 这十年的感情呢 就是不死也得腿层皮 我是过来人 我懂 对了 你还记得你离婚的时候说过什么吗 我说什么了 你说你以后要开心热闹的生活 绝不一个人过三十岁的生日啊 就这你还记着呢 不是我记得是许葳 我都怀疑他拼命地修分回国 是不是为了给你过生日啊 我认识离个婚吧 我方琴拿得起放得下 明天我就找一个 比他更好的陪我过生日 但要是明年还没有 你记得叫我 不要一个人过 这说你呢 你插什么话 天你 我本来以为分手了 天都要塌了 但是你看太阳还是照样升起啊 而且今天天还不错 手装了啊 今天到现在没吃饭吧 我现在理解了 女人不能什么事情都勾在男人身上 我现在就想做一个 拼命努力的女强人 做女强人可以 但想不谈感情 那是不太可能啊 你看啊 你刚跟范芸汐脱钩 这边还有人等着上钩呢 谁啊 你以为我真的很闲啊 这个时候能下来陪你 那都是因为莫总给了我嫁 这种隔空撩媚的套路 是我 我也招架不住 莫冷面给你嫁 他怎么会啊 表面上冷酷无情 其实关心得恰到好处 姐 爸妈知道我放弃MFA的事了 你赶紧回来吧 不然我就要被打死了 完了 许位也沦陷了 本来还以为她能帮我善后呢 现在自身难保了 我们两个一个退婚一个退学 我现在回去就是火上交友 你作为我爸妈最喜欢的朋友 帮个忙吧 我是做了什么孽 摊上你们两个 我求你了 要不然我真的就死定了 得 今晚你住我们家 我先去救许位狗命 晚上我给你带鸡肖回来 爱你 我是做了什么孽 养了你们这两个祖子 爸 爸 爸 我 你给我认识吧 说说说 说说说 小姐 小姐 这血压上来了还得吃药 为了这么个小龙崽子 不值当的 不值当 不值当 你怎么 许位 你怎么回事 这么好的学校 这么好的成绩 说不念就不念了 非得回来教什么小朋友 画小白兔 对得起父母的你再配吗 你爸接不上你 我的旋风梯 你今天是躲不过了 我告诉你 你给我过来 等等等 叔叔 你放心啊 教训许位我是不会手软 您歇歇 别误伤了你 芳琪 芳琪 不值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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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我有些事情 想问问你 问清楚之后 再教授这小的不迟 行 叔叔 您随便问 你先走 芳琪 悠悠分手的事你知道吗 你怎么不劝承他呢 这好多天都没见到他影子了 是不是住到你家去了 没有啊 没有啊 叔叔 这么大的事 我可不敢窝藏他 你看 你以前就跟他一起 合起火来骗我 你说你挺聪明的孩子 你怎么关键时候 跟他一起犯糊涂呢 爸 我们就不去你了 先走了 下次再来看你啊 叔叔 拜拜 你给我回来 你吓我一跳你 疼啊 你 你不能轻点啊 过来 信不信我揍你 我都这样了 对我温柔点 信不信 温柔你个头 就因为一句三十岁的玩笑 都能把MF给放弃了 我真是服了 你怎么知道 你管我怎么知道的 你还是小孩吗 你二十岁了 多么珍贵的机会啊 我要是你爸妈 我也想把你腿打断 那你还救我 谁救你了 我是害怕你姐来火上浇油 越圈越乱 那我姐不也惹我爸妈生气了吗 你怎么不说她幼稚 你这小屁孩 你能跟你解离吗 别老说我小屁孩 我已经长大了 起了 起了 我比你高这么多了 你比我高那么多 我永远是你奇迹 要什么都许做 你这样算是给我道歉吗 道什么歉啊 你要是好好跟你爸妈道过歉 我就考虑跟你和好 那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 天天一起玩吗 你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怎么脑子里天天想的就是玩呢 你就不能想想怎么好好工作吗 那我回过来不就是为了找灵感的吗 我要是没找到灵感 我怎么画出好作品 灵不灵感我不懂啊 我只知道以后我能不能进去艺术圈 投资大项目就靠你了 行啊 我一定可以做到 等人吧 小伙子可以啊 我来一个 你就是这个 我也试试 好 今天的会就到这儿 去准备一下吧 东宝 你的那个数据做好了吗 做好了 我马上发给你 秦游姐 不好了 灵落的原创歌曲 被说抄袭衣服 已经上了微博热搜了 先别慌 先去核实一下事情的真假 如果是假的 必须追责 如果是真的 准备到前文 我去找一下灵落 好 绿洛 我是许清幽 绿洛 在家吗 在家吗 绿洛 我是许清幽 开门呢 你总算开门了 我只想来找你聊聊那首歌 我没有抄袭 也不想解释了 别再来烦我 那你也不能拒绝沟通啊 绿洛 你开门 绿洛 我们商量一下 绿洛 乐觅主播陷入抄袭门 你们怎么看 投资最重要的就是规避风险 这件事 能否妥善处理 谁都没法保证 不能因为之前的合作愉快 就犯了因小失大的错误吗 尚格对乐觅的投资 我能保证 这件事处理的好与坏 这件事处理的好与坏 对乐觅重要 对尚格同样重要 尚格作为乐觅的投资公司 怎么为他们保驾护航 陪他们共渡难关 行里无数双眼睛正在看着呢 那我相信我应该帮助 他就能保证的好与坏 这件事处理的好与坏 乐觅也保证 这件事处理的好与坏 我现在不肯定要保证 我现在不肯定要保证 你肯定要保证 你肯定要保证 我肯定要保证 这构成抄袭吗 技术上来说是不构成的 因为流情音乐本身就是寻找大众听觉的共性 所以有相似之处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两首歌听觉上非常相似 容易被大众误解 可以这么理解 但我觉得既然不是抄袭 那就把技术上的问题说清楚 自然轻者自轻 不过版权保护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大众意识模糊 专业人士维权困难 网友会不会买账还是个问题 现在网络上的言论 都是非理性的 稍有偏差 节奏就会被带跑 结果 真的会很糟 舆论的风口确实说变就变 我建议你还是跟歌手本人商量好以后 再想公关方案 了解了 我先回去 谢谢 行 再见 罗总很介意这次的负面 还想重新衡量对乐密的投资 现在孟冷面在死扛 赌上了副总的职位 你要加油啊 喂 翟总 绿罗那边还是不愿意配合 我能说的都说了 喂 张总 我这边正在推进 推进什么 主播丑闻怎么预售 这件事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喂 王总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保护品牌利益的 主播都没了 怎么保护我们的利益啊 不解决 我们就切断乐密的所有共会员 喂 是这样的 预露的周边 您就先不用印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事发突然 什么 不验了 说不应就不应 哪有你们这样的呀 抱歉 还在逞强 难受成这样还在逞强 不用你管 还需要 早arda 给 谢谢啊 为腾成这样还自己忍自己扛 你的解决方式就是折磨自己吗 那莫总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做呢 至少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也记得按时吃饭吧 网络负评愈演愈烈 我想不到办法 真的不安心 要不然我回公司吧 还有很多事情等得处理 而且主播也要赶快找人补上 明天的事明天再解决 我送你回家休息 好 我每 qued都 Shouldni 好 这是吧 我是 我还不想的 有 那是 这是 那呢 我寻想了 站住 过来 爸 我上网查过了 你们学校 今年给了推荐信的 有五个学生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如果你放弃了MFA 就等于 切断了捷径 哪怕你以后能登上 那个什么金字塔的顶峰 也会绕很多弯路的 你知不知道 爸 你怎么又来了呀 难道渡MFA 就是唯一正确的路吗 它是能让你高人一等 还是长命百岁啊 再说了 我又不是考不上 我就是不想去 我告诉你啊 你不想去也得给我去 我不管你什么原因 你马上跟学校去申请 必须回去给我读啊 爸 你当学校是菜市场啊 想去就去 想走就走的 那学问和本事 本来就是我自己的 不差那张文凭的 不差那张文凭 我跟你说将来你会后悔的 早知道我就不回来 行啊 不回来你现在就可以走啊 行啊 反正我凭自己本事 也可以自力更生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不是因为脑子一热 才不去读的 我有我自己的规划 我回过来 就是为了更好的创作 走就是了 行啊 你走啊 有本事你现在就走 走就走 有本事永远别回来 吃死我了 这小子 大晏 晚上给我留个门 我得去花市住了 难道 你看 别的 Ginger 我们在等待最好的时间反击 那可太好了 怡寻这边停滞不前 乐秘有非来狠祸 我昨天还在替莫总担心 军令状的日子 马上就要到了 莫总该怎么办呢 这下好了 可以高枕无忧了 还有时间 我沉得住气 韩总 你也得沉得住气 小莫 倚锦的项目负责人是你的老熟人 可不能因为人情而手下留情啊 要是被人承虚而入 那可就前功尽弃了 莫总啊 有句话叫做 弃居宝帅 有些棋啊 该扔就得扔 千万别音小失大 恐怕要让韩总失望了 我的项目同位失手 翟总 网上的负命评价现在可是愈演愈烈 我觉得吧 现在最好的解决方法 就是发表律语落道歉声明 现在是不是抄袭还不能下定论 网上的评价都是跟风 道歉就是龙总监的方式 那徐总监有什么好方法 也可以说出来听听嘛 翟总 我们找了音乐专家 只要能确定歌曲不是抄袭的 我们就还有主动权 但如果一旦道了歉 兴致就变了 情有啊 勒密已经遭受现任危机 这件事情确实不能再等了 我明白 我一定会处理好这次的危机 这件事情我负责 这件事情谁也没办法替我负责 而且我也绝对不会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 明明受害的人是我 反而我还要告网上那些污蔑我的键盘侠呢 通口无凭 你现在说这些有人相信吗 我信 只要你有底气 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 先应该说这点餐厅 你怎么在这儿啊 刚好路过 我本来是来敲诈我姐的 结果被她豁胁了 你还放鸽子 敲诈可耻 你活该 你们就不能 对乖巧可爱的弟弟 多一点关爱吗 平时对你关爱不够吗 今天别打我主意啊 我有事 那 我可以陪你啊 你敲诈我呗 我今天约了人练拳 那我来都来了 你带我一起去呗 酒和小帘 你找我玩的 那不是你指点了两下 我才误导的吗 别奉承我啊 说实话 什么时候学的学 就是 上次跟你去相亲之后 你不会是想去找那个男的 再揍他一顿吧 那倒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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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现在不会出拳 但是只要我还扛得住 我就一定会挡在你面前 帮你抵挡一切伤害 小伙子挺仗义啊 那我教你一招 下次碰到狠的 一个字 跑 我跑也会拉上你一起啊 谢谢啊 比对稿有点复杂 给我一份简单易懂版的 好 你好 还有两杯美食 请再稍等两分钟 谢谢啊 不客气 有时间在这里喝咖啡 看来徐总监 已经想到解决办法了 倒也不能算是想到了根本办法 但确实有了很大的进展 略落坚持自己的歌曲是原创 并且拿出了当时创作时的手稿 那时间早于义无发歌的时候 这对我们现在来说很有利 嗯 听起来不错 不过要让外界相信 估计有些困难 不过我这里 也许帮的是忙 只是这样一来 徐总监的人情 好像总也还不完了 这是勒密和尚格两家公司 共同的危机 我已经把我的解决方案 告诉你了 莫总还要这么小气 跟我卖关子 你会知道的 在你耳边说等待 在 在 等时间转移未来 在 不变形 不变形 空和茫茫茫的爱 每一个瞬间 你 都在 不变形 不变形 都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